變成五個按鈕 那這五個按鈕可以做什麼呢 按下它 糾索乘法表就自動出來了 按下它就清除了 OK 糾索乘法表清除 另外糾索乘法表格式化一 格式化二 格式化清楚 OK 大概這樣啦 這個其實 你想說這些其實都可以自動化 以後的話就是說 你只要重複的事情就不用做第二次了 把需要的功能把它變成 像這邊我們看到五個按鈕 那這五個按鈕怎麼做出來的第一個當然你要開發人員 其實我剛剛做的動作全部都是利用這個 叫錄製聚齊 把它錄出錄製成聚齊其實就可以完成了 這好像之前 我沒有講過一年級同學應該比較熟反而一年級同學熟 高年級反而就可能要先試一下 那這個 開發人員如果你沒有存在的話記得 請你先從 上面有個箭頭開發 其他命令裡面 把制定功能區裡面的這個開發人員 先打勾 因為你們等一下看一下 你們也許 如果沒有特別開的話 他這個是沒有出現的 也就是說預設他不會把開發人員 幫你把它 打開來 那你必須要先讓他可以顯示開發人員 才能錄製聚齊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我們先 休息一下 我們剛剛如果希望做出這邊有五個按鈕 那第一個當然我們要產生 我們大概 這兩個一組 那下面兩個一組 三個這個一組 OK 總共會有五個按鈕 那第一個如果說我要做那個 九指通話表這個效果的話 特別注意 其實 第一個要先把開發人員錄製聚集先 做出來 再來做後續的 錄完之後 在聚集裡面就會有這五個東西 然後我把那個 我這個做完了 在模組裡面 我先把它移除掉 我重新再來過 OK 會五個 那首先第一個請各位注意一下 你們先把那個 如果你有設定格式化條件 你先把那個設定格式化條件裡面 所有這個裡面的 都把它整張清除掉 清除掉之後 這好像是體驗顏色 OK 好 只要是你把它先清除掉 清除那個第一個你們先把那個整個清除掉 恢復成原來的狀態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再錄製聚集 那我們先錄第一個聚集 就是說 我要錄這個 九指通話表 再錄清除 那首先呢 怎麼樣錄那個九指通話表 特別注意喔 你原來的公式 可以不需要刪掉 因為如果你刪掉你要重新再Key Key這個公式 我覺得比較花時間 當然如果你要重Key也可以 也就是你 你這邊清掉也OK 重新再來過 但是呢 我的習慣是 因為他這個地方 不需要重Key 你要打勾 他會幫你錄進去 反而我覺得比較方便 這是一個小技巧 那首先要怎麼開始 錄製剛剛那個 按下去之後 自動幫我把這個範圍 裡面的東西產生 1 請你優標先放在這個範圍之外 接下來 2的話呢 請你切到開發人員 裡面的錄製聚集 錄製聚集裡面的話呢 第一個 先 輸入那個 99乘法表 假設我今天這個聚集名稱 就是 城市名稱叫99乘法表 那這個名稱的話 基本上呢 會跟那個什麼 將來那個按鈕 是一樣的名稱 乘法 不要OK 這樣子 按個確定 1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按一下確定之後 你等一下做了所有動作 他都會幫你 把它變成 城市 也就是說那個 這個城市部分如果假設你多做或少做喔 也會被錄進去喔 所以建議喔 你自己先彩排一下 彩排過之後再開 的話你可能錄到一些不應該錄製的東西 然後我錄的步驟喔 OK按確定之後 1 請你先把這個範圍 選取起來 那選的方法當然有同學直接習慣用滑鼠選喔 不過我建議將來喔你可以 試著用那個鍵盤選取 1優標放在 B4 好 然後2的話呢 2的話優標放在那個資料編輯列 3的話呢記得按打勾 1 2 3 打勾 然後呢再來因為我們要產生裡面的東西我們是向右 向下 OK當然你要向下向右也可以啦兩個方向好 好這樣子錄完了所以剛剛的動作1放在裡面2 放在這裡打勾 好然後向右向下 好了就按停止錄製就可以了 第二個 好 錄完之後的話 再來第二個是清除 清除怎麼清除 優標先放外面一下好了 那我第二個 錄製聚集 輸入清除 因為我希望呢 這個按鈕可以幫我按下去自動清掉資料 那要怎麼清除比較方便呢 1 優標一樣放在B4 那選舉我剛剛講過 我是建議你 當然有同學是用向右向下 就是說呢用滑鼠去拖拉選舉也可以啦 不過我是建議慢慢習慣用Ctrl shift向右 Ctrl shift向下 當然你用選的也可以啊 不過選的方式 你會發現你用同樣的方 就是 用滑鼠選的話 錄出來的程式 相對會多很多行 喔 不過結果也是一樣啦 但我是比較建議你 優標放B4 Ctrl shift向右 它向右選舉 Ctrl shift向下 向下選舉 選完就按delete 這樣就清除了 好 停止錄製 那我們剛剛有錄了兩個 那錄完的那個聚集放哪裡呢 特別注意喔 在錄製聚集的前面這邊有個聚集 你會發現有99層發表跟清除 那當然如果你要試試看說你 做完的結果 是不是成功的話 旁邊有個執行 你可以先執行看看 你會發現 出現了 清楚的話看到OK 那當然你也可以怎麼樣 在旁邊呢如果你想要知道說 你 錄製的那些程式 在Essal VBA裡面呢 他怎麼幫你寫的啦 這邊有一個所謂的編輯 這個這個部分的話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自己再到這邊 編輯的地方 按下 按下之後他會自動跳出那個 我們的Visual Basic 就VBA啦 實際上呢 你錄製他就自己幫你寫VBA 那你剛剛寫的程式就在這裡 基本上 上面這個 單引號開頭是註解 那其實我做哪些事情 你會發現 他都會幫我錄下來 那我的習慣會 在這邊做一些註解 比如說我第一個動作 基本上我是做什麼 游標先放在B4 所以其實他自動幫我寫一行 Range B4.slate 第二個是輸入公式有沒有 你會發現這個輸入公式 他自動幫我產生Active Sale 指的是目前活動的儲存格 Formula Formula就公式 等於後面這一串 那底下的話當然 我就把它填滿了 所以你會發現 每一行每一行 你只要做的動作這邊都有 這個是向右填滿 這個是向下填滿 其實每一行每一行都有他的作用 自動幫你寫出 清除也是一樣 所以這邊的話 清除當然 一樣我游標是放在那個 放在B4 然後呢 Ctrl Shift向右 其實他就寫這一行 Ctrl Shift向下 清除就是這一行 所以基本上你選一個動作 他基本上就是會幫你產生一行程式 那我是建議 如果你希望說 將來回頭看 你比較能夠看得懂 程式 是什麼寫出來的 我是建議你這邊可以 自己再加上註解 那甚至以後 如果曾經錄製過的程式 以後 自己 程式撰寫的時候 也可以把它寫上去就好了 OK 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 錄製聚集 兩個 一個是99x800 一個是清除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 ! 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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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